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斗技战场 好,第一场开始,对手91级,战力10万 先攻是在我这边,但是我不一定能快过他的一号位 他对方的一号位很快,就快过我的 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这一场能不能胜利的关键就是看名人能不能扔出第二个螺旋手里剑 因为他是有风盾强化又有结界 如果他扔两个的话,我可能有点扛不住 他带的这个锥,这个天赋是可以加插个拉的 所以名人奥移完了之后,我好像也可以奥移 这确实比较麻烦,爆发力非常的强 但是对方这个阵容的软肋也是很明显 就是名人,只要名人被打死了,就没有什么好打的 剩下的崴罗的这个在没有结界的情况下 奥义的威力是非常一般的 有点感觉打不死人,这没办法,他是先手 他打奶妹没什么关系,有护盾,再加上是免疫状态 这一出,我肯定是照着他的名人打了 这个崴罗奥义,我也是毫无办法 这个放狗,也撞不掉血,名人的血还很多 我是想打断他的风主,想法太一厢情愿了 没有那样快的 所以这个名人的血量还是很高的 打中名人了 击退,打倒了名人,那就没有什么好打了 这个对方虽然还能打的话,最多是乃罗再放一个奥义 可是乃罗那个查克拉很难宰儿 虽然只差20查克拉,但是他没有起手了 果然退了 好,第二场开始 对方是一个名人,名妈加出袋子的那个阵容 97级 我的一号位比较快 确实这样就踏实了 有绝对的优势 只要防着不让他出袋,把结界开出来就好了 对方也可能也是为了开这个结界 卡奥义 不对啊 太早了 卡奥义不可以这样的 我都没有准备打断你的时候 你就已经摁出来了 因为我的先攻是比较高的 要等在我封骨行动了之后 那一瞬间 大概率的开出来不被我打断 现在这样的,刚才那种特别明显的就肯定会被打断 这个名人没有奥义是正确的 可以给名妈可以给他解状态之后 然后再奥义 他没有,他选择的是储主开了二十四股龄解状态 但是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下个回合奥义的时候也是我的先攻还是高 所以对方退了 我第三场开始了 八十七迪的封主 我看这个阵容不会是弗拉币吧 真的是 这这场我够呛 我打不过了 他这个神男鲨鱼 确实没办法 先攻的比我高 我追他的先攻追不上 我看了看他一号位的先攻到9000 所以我应该没什么太大机会 就看泡泡堂哥能不能打中他的人间道 如果能打中他的人间道说不定好 还真打中 不知道一套能不能把他打死 没什么希望 因为我三雷出手的时候已经是被抽蓝了 插卡拉不够 要是插卡拉满的话 说不定能把这个人间道给秒了 这没办法 三雷你不按出来奥一 就没有机会再按了 我一下蓝就都没了 如果有蓝的话还 还OK的 秒不了他我就退了 他能秒吗 走 走 哇就差这一点 等一下泡泡堂哥 泡泡堂哥说不定普攻能把他打死吧 如果泡泡堂哥打不到他 那我们就退了 哇 好 这都是无所谓的 我就要退了 看泡泡堂能不能打到他 打不到就退 没打到 好第四场开始 看一下阵容 只有两个人 直接退了不就好了 还要打吗 真的 可是我如果是觉得根本打不死的对手 我一个看一下就退了 维度还是挺硬的 有根性 这个所谓压制免疫只是压制了他不能接受异常状态 这个免疫 但是他根性加的那个抗性是没有去除掉的 所以他还是很坑的 你这个黑飞不是黑飞了 就普通的这个飞段能戳死我吗 不知道能不能戳得到 可能都没有机会戳倒 我觉得 我们走个踢一下 还剩一丝举 零八步刀 好第五场 看一下对手阵容 火煮的阵容 战力倒是不低12万多 这个景也 奥义 又深 怕我开结界 我需要这个结界的 因为 第二回合我有点查克拉不够用 如果想大家都能奥义的话 就得开这个结界 火煮的连击率挺高 火煮的连击率挺高 把火煮点点着了 下个回合能起手的就是这个火煮 我先明白奥义他的火煮 然后用刚手踢他的出带 不管他要不要开结界 估计他要开结界 果然 老爷爷 不许开结界 踢你一脚 他这个秘传队的这个防御力真够高了 那个火煮都打不掉血的 哇 这个火煮真的很会烧人 下个回合他的那个防御的这个加成功好像都没了 应该能打得动火煮 应该能打得动火煮 还是没打死 真硬 戳 今天也要给火煮解状态了 哇 又烧着了 连击率真高啊 哇 我的风路被控了 那下个回合 为什么他是后手空的我 为什么我还可以动呢 这是什么原理啊 我有点不懂啊 是我刚才看漏了什么细节啊 诶 他是是他的这个路完控 然后是个后手空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到了这个回合我自己就状态就解了 真神奇啊 这个 好了 专心打了 不想这个了 有高手的话 来指导我一下 告诉我刚才为什么 那个风主被后手空了之后 然后 第二回合他自己就解了状态了 初代也趴了 只剩下井野了 和鹿丸 还不退啊 退了吧 老大 我很亲爱你啊 你的防御力真的不错 批掉你 只剩下一个没攻击力的路完 对了 对了 好 第六掌 对手104级 战利 15万 长门 还有这个 四代风影 这肯定是右神开结界 然后罗沙奥逸 长门奥逸的套路啊 他不开结界 我 我是肯定不会开啊 我是要顶他的 我肯定是打长门啊 那长门可以解状态的 太硬了吧 这个 我感觉 我感觉我应该 我根本就打不死他 太硬了 他肚主带的是贸易 二次普攻 不是 这个家座 哎呀 太准了吧 老大 你这个 有点耍赖啊 我这么多分身 然后你就抽中一个 没有免疫的钢手 这个 这个有点耍赖的感觉 开挂了 还是打长门吧 没有 多大的 然后后手控他一下罗沙 下个回路了他 他就该够缠了啦 太大了 哎呀 这位图也没戳到葬容 太好了 哦 哎呀 我犯了一个严重的失误 本来是这场能赢的 被我打输了 还是刚才那个控制的问题 因为我幼神把那个 把那个混乱变成睡眠了 然后之后 那个睡眠又被我的分身打醒了 哎 郁闷 本来赢的 我退了啊 好 第七场开始了 对手 十万战力 啊 是一个 名人尾兽队 尾罗加杀人锋 而且不带护哈施射 带的是封盾强化 啊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的名人厉害 先把你的这个封盾强化和尾兽强化都给你吹吧 这样你下个回合这个螺旋手里键不会太强 打老婆可是不好的是吧 你老婆打的只是你的分身 不过那一掌也够狠的 这个 没有护哈 我这个锄点一掌就直接打过去了 同学这样你就刷新不了了 我最多吃你两个奥义吗 吃一个名人的奥义 吃一个我爱罗的奥义 这样就 我这个身体应该还能扛得住 看我回合吃它名人的奥义 然后 忽然他还是打三嘴 但是 我站立比你高啊 而且我 我这个 我签字属性还不错 有可能你会失败 也不是失败 真的控制失败 神欲别人 然后复制一下他的外罗 抢下他的结界 这样就已经胜居一定了 应该对方快真的GG了 他的名字叫做GG 要打无所谓 退了 好 这样悠悠我心就打完了 我现在想打轻轻紫金 可是轻轻紫金打的可能比较苦逼一点 愿意看的话可以继续看 不愿意看的话就到此为止了 好 轻轻紫金的第一场开始了 对手84级战力14万 好讨厌啊 我这个是这种 我这个阵容虽然有多空 但是没有点燃 打他这个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是打一两个回合 而且他前面这个顶着的是君巴鱼 真的是我四代金色闪光的克星啊 这个刷新不了奥义啊 这个我这个阵容就就废了一半了 现在是没得了 他有三个解状态三个治疗 完全都控不了啊 完全都控不了啊 没什么用啊 他还有小英可以加血的 我又不敢主动控他 因为我葫芦只有一个 这个 对方战力比我高这么多 他控制很高 而且现在是水主 哎呀 我这个奥义恩呢 我已经控制君巴鱼了 我就控制别的就好啊 控水主啊 浪费了 那我还打什么呀 那我还打什么呀 没有是不好打的啊 输了 对方这个就光他一个水手鹰 我就打不死了 这个君巴鱼的奥义都这样痛的 不抵抗退了 好郁闷啊 第一场就这样 第一场死太惨 然后第二场给我一个福利局 对方只有两名忍者 还是一个天道队 加查格拉都加不到80 达哥你 你不直接退了吗 还要打吗 看我会不会放过他 可是我第一场就输了 所以我肯定是要打的 下回我只要是小男骑手他的天道 然后天道再奥义一下 然后刷一下 用不着了 好 第二场开始 这个没有了 打了 15万 还是直准 跟进队 直接退了 好 接着打 看对方的阵容 83级 战力79,000 是一个初天打解头的阵容 他这也是一个实力派的阵容 我打不动了 我打不动了 布顿真的是非常的好 这个肯定是我赢 哎对方已经退了 好我们继续 好我们继续 看一下对手的阵容 战力10万 这个我爱罗 黑飞 杀人冲 水主 在套路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样 他杀人冲 他杀人冲的奥义必须得断了 省得他黑飞抽过两下 还是黑飞已经被木盲了 但是水主可以给他解状态了 还是能抽过两下 对方只能抽一一箱 哎居然杀人冲的血量最低了 对方不打了 然后对手100级 战力12万多 也是那个 风阻的尾兽队 我好像忘了 刚才 刚才调装备的时候 忘了调了 应该给我这个 地狱道换成葫芦 现在葫芦在风阻身上 没什么意味 刚才忘了换了 打 打刚才那个 D站的时候 显不出来 打这个比较厉害 也就麻烦了 通常我爱罗是不会带葫芦的 他身后背的那个葫芦没有 得得得是 得是我 那个人剧里的那个葫芦才行 宝剧宝剧 这个名人 你看名人奥义 奥义 奥义的是风阻 你看控制失败 果然是 有葫芦的很难控的 这种如果打手身上没有葫芦的话 我没用啊 这个风阻可以可以被控的 被控就被控啊 无所谓 这个这场有点窝囊 我这个组很多阵容都不怕 他这个 就我就怕 因为我已经牺牲一号位了 我如果一号位是 我这个组 走路的话还好 这个走路已经摆到二号位了 就比较亏了 他这个名人又奥义 这回估计他奥义地狱道 如果我地狱道有葫芦的话 他很难控制 因为我没给到 唉 好不爽 我这个角度如果能套掉他那个 那个分身 就还有机会 如果不能的话就有机会 也没有解到地狱道的状态 运气 确实是很高啊 哇 他还打我暴击啊 我的这个角度装备正好 暴击战高 他居然打我暴击 在这 还给我打死 这回郁闷了 哎呀 我也是昏头了 我为什么要吹他的这个分身呢 吹后边的蜂柱啊 这回死了 没把蜂柱打死 他一下子又要刷新了 一刷新我就有机会了 你看他每次都可以控我的地狱道 如果我地狱道带着葫芦就不一样了 哎 太不爽了 你还滴到没被控 还能加很多的血 然后还得走路就死不了了 就还有机会 这下真的是伤球机上了 他这一个 一个守卫剑 我左路就等他 我看不下去了 对 金色闪光再次登场 对手101级 我估计战力也低不了 我先吹个弯 啊 他比我快 精力也把我打断了 这个有点小意思 不过影响不是非常的大 反正对方也没有护盾 也没有什么时效增益 前面这个图主是霸体 有点麻烦 哇 就完全打不动他的经验 我错了 我应该等他图主 可是我都不知道 他图主带的是什么奥义 我怕他图主奥义完了之后 然后破了我这个闪避之后 然后三雷奥义 结果是一样的 把金色闪光这栋打 鸣妈给他 限爱心 他这个景景很会奶啊 而且他这些人都都会硬 我还没点人 抽了一下 我就一直打他的景景 可是这样打不动啊 能陪我到现在的都已经是我的 就是自己好友了 能看到现在的 能坚持看到现在的 现在这个视频应该 已经超过30分钟了吧 还没有29分钟 但也差不多了 还是打金色 这个是金色闪光的攻击啊 这个是金色闪光的攻击啊 他又被他解了状态了 我老是忘了 这样又被他奶两次 这个狗倒是出来了 我感觉这个回合都 这个景也想后手控这个金色闪光 但是失败啊 其实景也的这个 就是体检减防御的这个状态 是不会破 不可以破闪地的 我是怕他三雷奥逸 所以先奥逸他 然后景也 我不用名妈的奥逸控啊 但是这个三雷的奥逸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出来了 被我吸晕了 这样这样他这个回合就发不出来了 就在看下个回合 那我也只能打景也啊 就是期待我的这个金色闪光可以暴击 如果可以暴击的话 现在的伤害应该是挺高的了 没有暴击 没有暴击 打三百多已经比刚才强多了 我开了二次 小心奥隐 太好了 这个景也又被神加血了 他来戳 戳戳 又戳金色闪光 金色闪光有闪避啊 不知道 好金色闪光继续打景也 我先用风炉把他的护盾吹了之后 再用金色闪光熬一下 又没有暴啊 暴击一次啊 还好他的景也控制主星普遭 要是高了的话 我还真没得 反正尽量少让他的景也加血 不然的话他加一次 我都得打半天 而且他这个徒主 我是死活杀不死的 能了 被奥一的时候 可以打景也打五百多 一张 刚才又被他解状态了 不过这回我是有备而来 再控制下去 这样你就解不了了 但是四代火勇并没有刷新奥意 就是比较糟糕了 後手控拍一下,三雷 我會和我的這個金色閃光能,如果能刷新出奧義的話 我就一個奧義給警野,應該就把警野打了 刷新奧義,好的 這下就應該能贏過 對方退了 看這一場,對面有名人,這個名人應該直接退了吧 對方戰力也不夠,應該穩贏了 面對父母,還要打 對方先攻也沒有,高 這個紅老師不給明人套個盾吧 對方,來過來,好 馬上套都盾了,不用了 這個打,戰位比較低的,這個真容易暴力 打一下第一道,控拍一下第一道,他就应该没有解状态了 就没有了解了,现在就应该退了,还不退的话 我是很佩服那些给三四个分身打斗技的那些真正的人种啊,我两个都已经觉得很累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很耐心,我是青青,再见